有请主持人赵窜 谢谢现场热情的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途牛九周年 九一红包大拍送 下载途牛旅游APP 出发吧我们 感谢途牛旅游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途牛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的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网络电视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今天请到的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马丁马老师 欢迎马老师 著名主持人 寇乃兴寇老师 欢迎寇老师 爱情导师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节目的开始 对老师们的到来 说一声感谢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你们曾经帮助的 一对嘉宾朋友 领证了 淘宝特别严重的 人家可能一个月 才买几样东西嘛 他可以天天都有快递 也没特别多 就买买衣服嘛 女孩都很喜欢 还没特别多 天天都有衣服 那你一个月花钱 花得多吗 不多 那她的信用卡都是我团的 你说男朋友必须得照顾呀 知道她的鞋子有多快战吗 有一百双鞋子啊 那本来鞋子就剥鞋啊 高跟鞋啊平底鞋啊 剥还有中跟的 家务做吗 不怎么做 就天天淘淘宝 逛逛街 还逛街 还有闺蜜吗 不约我闺蜜 出去一起逛一下吗 给你做饭吗 面试了四百天 做了一次算吗 一次也算呢 是吧姑娘 对 就做得不好吃而已啊 淘宝 逛街 乱花钱 不收拾家 是吧 我觉得还好 不算乱花钱 一个月你花多少 五千左右 为什么不去工作呢 我觉得这都挺正常的 你比我大八年 不照顾我你干嘛呢 我找一个 跟我童年差不多的 找你那么老干嘛呢 你不照顾我 我工作很大压力啊 谁工作压力不大呀 你也知道我不会煮饭 不会做家务 你选择追我的时候 就必须得结束我这一切 对吧 你喜欢没办法 那也不是啊 他现在还变本加力啊 他加了什么力了呢 那他现在看了韩剧 看多了 他经常除了打电话 给我之后 他还讲我 好像那个杜教授 突然之间又可以 在他面前 蹬一下就出现了 其实我改很多呢 你都不觉得吗 我现在很少淘宝 很少买东西了 我也是有学的煮饭 只不过我觉得太难了 我煮的也不好吃嘛 我觉得你都会做了 也不用我做了 对吧 那我可辛苦 调整一下 你出去工作 你在家里做饭 这不行 为什么 我挣的肯定没他多 没事 他在家里面 他不淘宝 不逛街 只是做饭 还省钱了 那他 我要他干嘛 夫妻俩在一起过的是什么 虽然你们还不是夫妻 无非就是在一起 你疼疼我 我爱爱你 你关照关照我 我关心关心你 这就是夫妻嘛 连这点都没有 你还谈什么爱情呢 很可怕呀 我要他 我要他来干嘛 你动不动 要他来干嘛 他是保姆啊 你就不知道 疼疼他吗 你就一天到晚 在那儿处着 还有你那个妈 自己都知道 如何增进夫妻的感情 就是按劳分配嘛 彼此分工嘛 男的主外 我就主内嘛 他明明是这么做着 维护了自己 美好的婚姻 却不告诉你 如果说他认为 你此时此刻 这样的不劳而过 是正确的 那他为什么 自己不这么做呀 他辛苦了一辈子 所以我不知道 这个妈为什么 要这样教你 她是要毁你呀 接下来的选择 当然是属于 他们自己的 请开门 女生 记住这个问题 如果你想做全职 就好好去做 它是一份职业 那个时候男生说 我就想让你 做一个好太太 你就不能 好好的去做吗 经过你们的帮助 这对情侣 他们给我们 发来了喜讯 所以在这儿呢 我也代表我们节目组 对你们喜结连离 表示祝贺 好了 接下来看看 我们的老师 怎样用他们的生活 智慧来帮助 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 先来认识 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我之前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 这次回来不打算谈恋爱 是因为我还想回国外 继续发展 可是我遇见了她 她表示 可以跟我一起 去国外发展 我们俩就在一起了 当我真正地去办理 出国相关事宜的时候 她却一次一次地反悔 出了这么长时间 我本以为她会 为了我留在国内 但是现在没想到 她竟然拿分手 来要挟我们俩 这么长时间的感情 难道我们这几年的感情 都比不上 她在国外的一个工作机会吗 我已经办到这个程度了 我必须要出国 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如果她愿意跟我一起走 那么我俩继续交往下去 如果她不愿意跟我一起走 那么对不起 只有分手了 看起来挺决绝的 其实你会发现 这好像是很多朋友 在生活当中 面临的一种抉择方式 是事业还是爱情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月28岁 来自辽宁 待业女嘉宾小冯 23岁同样来自辽宁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健身房认识的 健身房 那会儿我是在健身房 兼职做健身教练 她那会儿是在那健身 一次偶然间 在那个电脑系统上 就看着她的照片 一次印象就非常好 还觉得小伙挺帅的 现在女生都这么火辣 然后就是以那个 找她续会那个理由 去跟她说话 然后就问她 那会儿她那个到期的会员卡 到期的时间是还有半年 她说半年之后 就不打算续了 她要去国外 反正当时就心情挺失落的 也没再多说什么 因为毕竟第一次说话 然后几个月过了不长时间 就情人节 她也来健身了 我还跟她开玩笑 说没跟女朋友 去过情人节 然后她说没有女朋友 就从另一回才知道 她没有女朋友 还挺高兴的 你就下手了 只好有巧克力 然后顺手就送给她了吗 当了情人节礼物 她给我巧克力的时候 什么也没说 我觉得 这个先生房挺人性化的 我们单身的还给巧克力 当我出去的时候 然后我随便问了几个人 最后才知道 她只给了我 挺有心的 然后就你向她表白了 你说我做你女朋友好吗 是这样吗 没有 没有 就是我俩一开始 微信聊了一段时间 然后一想到她要去国外 去国外 然后我中间想了好长时间 然后这一段时间 就没怎么和她太联系 但是后来想来想去 觉得自己试试赌一把 出时间长了 她会为了我留在国内 也就是说你们在恋爱初期 萌芽阶段的时候 你就已经把你的条件说了 是吧 对 你如果要愿意跟我一起出国 那我就答应你 咱俩继续交往 如果不愿意一起出国 那对不起 我在国内 我就不想再找女朋友了 因为我要出国了 我也不想给自己找 不是 您这出了国 您还不回来了 准备时间长一点待在那里 如果短一点都无所谓了 明白了 也就是说 您这段爱情 是有先决条件的 是要陪伴我 飘洋过海 是这意思吧 对 你答应了是吗 当时是答应了 我跟她说 我说可以跟她一起出国 但是那会儿想的就是 时间长了 她会为了我留在国内 你相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 对 但是没想到过了这么久 她还是总是拿分手 来说这件事 我就是确实不想和她分开 不是拿分手说事 她跟我沟通过 她说那你 你既然刚回国 可能是你不适应 你去找一份工作做一下 看看你是不是能改变一下 我也尝试着去找别的工作了 确实就是不行 那你在国外做什么 我是做机械加工的 那在国内不是应该很有用武之地吗 但是我学的那个专业吧 在国内很少有 第一次 然后我也看出来 它确实是有点缓兵之际吧 我就感觉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 我说那不行的话咱来就分手吧 然后你呢 肯定是不同意啊 那段时间我俩就处于热恋起 你知道吗 非常好 就突然间因为这个事 她就跟我说分手 我就觉得特别的那什么 那你怎么能不分呢 你有没有跟着小伙子说 那我跟你出 也没太明确地说 他又用了一个缓兵之计 告诉我 我可以跟你出去 我学习语言 好吗 你学习语言 你怎么学习语言呢 那我白天上课 平时没事的时候 我不就去学语言了吗 我但凡有时间的时候 我都会接送他学语言 然后学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我跟他对话 什么都不懂 这跟明学一样 那那个不得一点点学吗 怎么可能突然间就能学会 那你敢不敢告诉大家 你是怎么 我去送你的时候 你去学校了 我没送你的时候 你没有意思去学校 摆明了嘛 你就是拿这个来还我一下 你并不想去 真的去学习这个语言 那我学得好好 中国话说得这么好 突然间让我去学其他的语言 我不得一点点接受吗 而且我肯定也有 自己的事要处理 你说你学习语言困难 那好 那我就给你安排好了 你在国外学习语言 环境也好 你学得更快 那我就给他找学校 找老师 等招老师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 我约到老师八点钟 你九点钟到了 那条道场正好那天出车祸了 大礼拜一早上的 好巧 什么好巧 我不还要打扮吗 学校只是想了解 你为什么去 并不是想看你长什么样 我不是给人留下好印象吗 之后又开始办数据吧 对不对 我们集体学校 我公司 他我们努力了很久 去运作这件事情 交材料的前一天 他告诉我护照和护本 没了 那么重要的东西 这是最最最重要的东西 你说没就没了 而且就在那一天没了 学校也用 然后你旧的公司也用 然后我家里也用 来份倒来份放 我突然间就不知道放哪 那不能慢慢找吗 好 最后我在他书包里面 找着了 夹在树里面 我就是整理资料的时候 随手夹里 我也不知道 那么重要的东西 然后好 就算让你找 你书包能不找吗 那不就是你故意想放在那里 蹭一下 看看能不能过 一旦要是 因为这个手续办不成了 你当然就高兴了是吧 姑娘就是反正就是拖呗 咱们实话实说 是不是拖 就是吧 就是吧 我冒昧地问一句 真实不想去的理由是什么呀 我的父母 还有亲戚朋友 全部都在国内 我要是去国外的话 我什么都没有 只有他 如果以我俩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去国外 我俩不得天天吵架吗 你父母对你出国这件事情 他们有什么看法 他们一开始不同意 肯定不同意 你刚开始能同意吗 我问你什么时候跟父母说的 我答应你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就应该跟你父母说 他好吗 拖到最后 突然间回去跟父母说 我要出国了 换成任何一个父母 谁会同意啊 我不得一点点跟他们说吗 而且一开始 我本以为你会为了我留在国内 我对咱俩这段感情非常有信心 所以我才选择最后才跟父母说 我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 我就想知道你们俩相处得怎么样 处得好吗 如果没有出过这件事的话 我觉得我俩出得非常好 他就是非常关心我 就是有一次冬天的时候 特别特别冷的那个时候 他家到我家的距离是两个小时的车程 然后我要是第二天早上六点 就要到达室内 我家到室内的时候 也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他就说去接我嘛 那天早上是凌晨两点就从家出发了 然后到我家的时候 我还没起床 灯也没开 他就是怕吵醒我嘛 车灯也没开 然后车也没打热火 就那么挨着冻的 一直等了我一个多小时 那是特别感动 因为冬天非常非常冷 跑出这件事不说 还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小活动 就是奔跑情侣的一个小活动 我俩也是没有什么事 去参加那个活动 那中间也是考默契啊 什么什么心有灵犀 乱七八糟的就是一些小游戏 我俩都配合得非常好 就事先都是没排练过的 然后我俩得第二名吧 当时非常非常高兴 就觉得我俩在一起就非常好 他对你怎么样 他还是好了 有点时间不是我去找工作了吗 我同包了快递 然后每一天到处跑 也不按时吃饭 他就做好了饭 然后去给我送 因为你干快递 你们知道 就是这个地方得跑下一个地方 往往他在堵三四个地方 换三四个地方才能堵着我嘛 感觉心里挺暖的 然后我平常忙 他放假的时候 他就会去我的那里 把我帮我收拾收拾家 做做家务 你感觉真的挺温馨的 你现在父母还反对你去吗 现在经过我 跟他们一步步地说同意了 是同意着 但是他一点一点 说我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的 又是怨我这个 又怨我那个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做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值 都感觉非常非常不值 从一开始到现在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在付出 你从来没有为我付出过什么 确实是现在你学的 这手艺或者这门技术 在国内确实没有很好的发展 是吗 对 就一定得走 我在国外这么长时间 你待了多久 快到四年了 就一直在国外工作和学习 是吧 一直努力地去学习 努力地提高自己 在那边的 有一定的根基了 所以说这次回来之后 也感觉自己力不重心 确实能力不足 在国内也确实很难地 去展开自己 那他去那儿做什么呢 他如果想做工作的话 我可以给他安排工作 他要是不想工作的话 可以在家里做全职太太 我绝对有能力 我也敢保证能保证他的生活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 先异地着嘛 现在地球也那么小了嘛 经常探探亲嘛 看一看 有这种可能吗 这可不可能 我绝对不相信异地链 会有好结果的 那这一对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 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姑娘 我敢断定 你在一开始答应他的时候 其实你就没想过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 你骗了他 然后你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 继续在骗他 用一个又一个的拖延 想把这个骗局 最后给圆满了 小伙子最生气的就这一点 别拿爱的名义跟我说 我是为了爱你 想留住你 想陪在你身边 爱你一辈子 所以我才骗你 你这不叫善意的谎言 你这叫爱情的自私 所以现在这个局面 你活该啊 我爱你 所以我就可以绑架你 可以感化你的心态 让你就在国内陪着我 你都知道 他当时唯一的心愿 或者说他最重要的心愿 就是要出国去 所以他不敢接受一段恋情 你用这个欺骗 把他套住 套得了一时套不了一世 如果他真走了 跟你分手 主要责任就在你 你自己承担 反过来小伙子 我问一下 一定要出去吗 我高中的同学 大学的同学 有很多出国定居的 这三四年 一个个全都跑回来了 为什么 这才有发展 这是最容易挣钱的地儿 中国是机会最多的地方 你却要跑出去 我现在已经二十八岁了 我想以我以前的根迹 继续发展会快一点 那是你想啊 二十八岁多年轻啊 我们多想回到二十八岁啊 但是我现在二十八岁 碌碌无为 活在这长时间 费人一个 不是说你在国外 你就一定能够功成名就 你在国内 一定就碌碌无为 你自己的心魔没有打破 如果你真的 努力去做的话 在哪儿都可能有 功成名就的机会 也有都可能碌碌无为 我不相信 换了一个地方 就一定怎么怎么样 如果你那个心魔 确实打破不了 你觉得我一定要走 那基本上我同你的观点 这段恋情就over了 你强扭着他跟你去 他也不开心 他那语言观都过不了 他强扭着你留下来 你破不了自己的心魔 你们俩不就是 两难的境地吗 我唯一相劝的是 你再考虑一下 是不是可以留在这儿 再给自己一年时间 也给恋情一段时间 因为国外的公司 已经发邀请函了 不是每一年都会发给你的 如果我错过了这机会以后 我还想要再回去的话 人家不要我了 OK 我知道了 你去意已决 对吗 对 那你就走吧 要断就断得干净 别偷泥带水的 害人害己 爱情是不能够谈条件的 以谈条件开始的爱情 会非常的危险 我要先跟女孩说两句 在爱情里面 知言不合一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你爱他吗 爱 你爱一个确定会出国的他吗 你爱一个不会为你留在国内的他吗 其实就是因为他爱他了 所以中间才有那么多出尔反尔的那些事 就是不想和他分开 所以是不是 也就是说 基本上你是不爱出国的 对吗 对 当出国跟一个你喜欢的人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纠结了 你又爱这个人 但是又不想跟他出国 对吗 对 我告诉你 爱有分好多不同的深浅层级 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他走进我的世界 看我看的 听我听的 喜欢我喜欢的 但是当我们很爱很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会愿意走进他的世界 看他的世界 看他的梦想 理解他的未来 跟成全他的愿望 所以你说你爱他 显然你爱他没有超过自己 同样的问题我要问男生 你爱他吗 这个你号称你爱的女人 如果他就是不想跟你出国 你舍得吓他吗 会我不舍 但是还是会走是吗 对 你知道为什么他不跟你去吗 因为他觉得你不够爱他呀 他从小在父母的保护下长大 当他今天要离乡背井 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 跟着你 两个人去过日子的时候 女人心里面一定会考量一件事情 这男人靠不靠谱 靠谱这件事情 不是看你会不会帮他找工作 不是看你能给他多少钱 能不能让他安家 靠谱是女人要知道 这个男人是不是真的爱我 他会爱我很久吗 他会爱我一辈子吗 如果他永远听到的都是 你不跟我去 我就跟你分手 请问他要如何建立 你爱他的安全感 一个随时就可以舍下我的男人 我们女人心里很清楚 那样的承诺 不叫承诺 你们两个都有各自要反省的部分 你们有多爱对方 你们好好想一想 一切的迷恋都凭借幻觉 所有的理解都包含误解 一切的追随都指望暴打 所有的牺牲都负有条件 这就是规律 如果一段爱情 从一开始就负有条件 其结果只能是交易或者是欺骗 一方依恋 一方恋爱 这叫恋爱 而不是谈判 汪国珍有一首诗 其中有一些部分适合男生 有一些部分适合女生 适合男生的那一部分是 我不管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选择了远方 我便只顾风雨兼程 适合女方的那部分是 我不管是否能够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我便勇敢地吐露真诚 一个前行者不够坚定 一个追随者不够真诚 你如果要往外走 你就坚定地往外走 你别管是否有追随者 如果有那是一件姓氏 但其基础是对方心甘情愿地 跟你随波逐流 而作为追随者来说 不要轻易地喊口号 爱人在哪儿哪就是我的家 那不是一种悲壮的口号 是默默地付出 说白了是出国的事吗 不是出国的事 是你们俩太自私 唯一不同的是 一个把自私摆在了桌面上 一个把自私放在了阴暗处 你们还好意思说彼此相爱 在我看来 你们的爱都富有条件 而不是爱的奉献 如果你们有一点点爱 南方就会这样想 我出国 我都不能担保我活得好不好 我让我亲爱的她 跟我一起出去 我忍心看她跟我颠沛流离吗 如果女生 但凡是爱男生 也会想一想 既然我爱她 我为什么要阻止她前进的脚步 我为什么不能成全她 你们还好意思说爱 你们仔细想清楚 在健身房里面相遇的那一刻 在爱的前一刻 你们都在谈条件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根本不可能有接下来的情感 如果女生在一开始说 我就是不会走 男人连踩都不会踩你 所以说从条件开始起来的爱情 又有几分真实的情感在里面呢 我觉得既然南方想走 就去到外面看一看 有没有你想得那么好 女生呢既然不想走 你也就留下来 也许当她走了 你留下来了 两人把那个条件淡去了 才真正能够掂量掂量 你们俩自己的这份爱情 有几斤几两 就这样 彼此为爱牺牲 我们可以歌颂她 彼此不愿意为爱牺牲 我们也不能说 这段爱情就没有发生过 因为它真真实实的存在 所以你们俩都别把眉头 皱得那么紧 但是请你们记住 你们在爱的时候 是开心的 是认真的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俩自己吧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我呢是很在乎 咱俩之间的感情的 我一直在做努力 你也看在眼里了 如果你跟我走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 亲信我全部地给你 好好的疼你 爱你 如果你还像是 现在这样 犹豫不决 不想去 那我也没办法了 我只能说 谁也不耽误谁了 你就是不能为了我 留在国内是吗 坚持就要去国外是吗 看你的选择吧 就是要走是吗 看你的选择吧 我能做的 我会尽力地去做到 最后去不去 还是怎样 看你自己了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看起来有点沉重了 最后再发最后通牒 下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爱情是有条件的 你选赞成 如果你的爱情是没条件的 你选反对 来 各位 请选择 现场13.33%的观众朋友说 我的爱情有条件 86.67%的观众朋友说 我的爱情是没条件的 我是13.33%当中的一个 我认为爱情是有条件的 但我们知道爱情那天 爱情其实就是带着潜意识来的 我觉得也鼓励大家有条件 对 要不然你就瞎找 对吗 对呀 可是有一些条件是重要的 有一些条件是有可能 到时候是可以被放弃的 对 例如说对我来说 这个男人要懂我 很重要 这个条件我抵死不会放弃 但是他要长得很帅 你们都发现了 我已经放弃了 好吧 看看他们自己吧 看看在最后一刻的时候 有没有人愿意 为爱放弃点事 请开门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 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的时刻 我一定会努力做到最好 既然你选择这么信任我 我也责无旁贷的 必须要把你照顾好 而且我会亲近 我所有的东西来 来让你幸福快乐 谢谢你 谢谢大家 来来来 还有礼物送呢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 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 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 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 开始和停 来 请 开始 停 恭喜你们 祝你们幸福 请回来 请回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祝这一队能够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接下来说一条来自天天圈的消息 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途牛老师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的卡券 途牛九周年九亿红包大派送 下载途牛旅游APP 出发吧 我们 感谢途牛旅游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途牛 接下来来认识下面这一对嘉宾朋友 各位请 我男朋友是一个特别特别邋遢的人 在公众场合都不修蝙蝠 但是他却认为这些都是小事 这让我非常的苦恼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小事 不用在意这些细致末节 成功人士都是不拘小节的 我跟他说了许多次了 但是他总是有一套一套的 自以为是的道理来反驳我 我的工作很忙 有时候很累 我觉得作为我的女朋友 他应该试着去理解我 但是他非但没有这样做 反而对我的工作和生活 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我很失望 然后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 跟他继续相处下去了 男生到底拉他到一个什么地步 都让这段爱情要面临崩盘了呢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娃23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程序员 女嘉宾小娃23岁 同样来自河北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衣服新的 新的 你知道我们主持人 这是我见过他 穿得最干净的一身了 行吧 两位是大学同学对不对 是的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追了多久啊 大概三个月吧 有一次就是我上课 来晚了 我就坐在前面 那杰克正好我比较糊涂 带错了书 然后就借着他书去看了一下 一块看的 然后就慢慢认识了 一来二去 觉得他也挺好 然后就慢慢开始交往 我当时都觉得他 其实 虽然说邋遢吧 也会带错书 但是他是属于那种 挺聪明的那种 然后他其实成绩还不错 我当时是觉得没事 这些生活习惯嘛 慢慢可以改嘛 我也可以帮他 但是现在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已经给了他很多次机会 而且我已经说了他很多次了 就是说你可以邋遢 衣服可以帮你洗 袜子洗 我都可以帮你 但是他的理由总是说 有自己的一套那种歪理 你知道吗 他老是拿那种来糊弄我 他到底邋遢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说大夏天吧 然后他一个男生 他也喜欢打球 然后打完球之后 他也喜欢穿白的 上面各种汉字啊 手印他也不洗不换 他又直接那样去上课了 我就可丢人了 我就回去说 你洗一下吧 也费不着多 夏天衣服也轻薄嘛 结果呢 他怎么跟我说 我已经找着女朋友了 还那么在意外表干什么呀 好可爱 那你喜欢是我的人 那我每天跟那个乞丐一样 你也喜欢是吗 那也不能这么说 我衣服也不是没洗 你洗衣服吧 你就得漂水 你一漂水吧 像我就不怎么能洗干净 你然后用的那些洗衣粉呀 洗液呀 里边都有一些化学成分 像磷呀 那你洗不干净 就留在衣服上面 等下次我再穿着这样的衣服 去打球 一出汗 毛孔一张开 那些有毒的物质 是不是全吸收进来了 你这哪是为我好 您听到了吧 主任 他又经常都是这样 然后就 他连不洗衣服 都能给他找出这样的借口 那你说你不洗衣服是吧 那你穿了两年的裤子呢 真的 什么裤子他穿两年 一条牛仔裤 他都穿了 那个上面都是见到 那个吃饭的时候见到有点 然后上面都有尘土 都已经变黑了 而且裤子都已经磨得发亮了 真的能立起来了 你知道吗 我都 我都特别惊讶 他怎么能一直这样穿呢 你的意思是说 他穿一条裤子 穿了两年没洗是吧 对 也不是经常穿 就是 就是两年没洗过 我对牛仔裤就有一种 这样的观点和看法 你这条裤子有多久没洗 大概是八个月 也不是经常就一直穿 因为我有很多牛仔裤 然后就换着他 他又不洗 他实在不洗 我也没有办法 我说实在看不下去 他不能每天这样 跟我一块上课 又真的挺尴尬的 对 你给他洗嘛 对 我就给他洗 我刚开始想跟他手洗来这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泡在泡在那个盆里了 然后洗衣液都泡上来 我说等我下完课回来给他洗吧 结果我下完课回去一看 那个水全部都是特别黑 特别脏的 然后我手都下不去 算了吧 我实在没法洗了 我就给他拿到楼下 去放洗衣机里了 搅完之后 再拿出来他就烂了 你还好意思说 当豆浪没法穿了 还不如不洗呢 本来 本来挺好的还能穿 一洗完都没法穿了 那你对他这八个月 没洗的牛仔裤 你有意见吗 我不打算管了 反正我也管不了了 我说了他也不听 他也有自己的道理 那你们俩在一起 还有什么奇葩事 还有袜子的事呢 对啊 你还敢提袜子 天哪 袜子怎么了 就我有一个社友 是我闺蜜 我们关系都挺好的 然后就是邀请我们 去他们家做客嘛 又挺开心的 说可以带家属嘛 然后就带着他去了 开心的一进门 大家都要换拖鞋嘛 他搁那儿不动 然后大家就已经换完走了嘛 我就搁那儿看着 他一拖鞋 我就 我就已经无语了 明白 您知道的 就是说 他还跟我说 这又没怎么洗干净 至于吗 根本就是没有洗过 不是没洗干净 我相信他那袜子是没洗 都是黑色的 都粘在一起了 而且那个 都快漏了 然后就为这事吧 我就特别的生气 我就特别尴尬 直到现在 不是毕业了吗 我社友都 有时候我们联系 一说起这事 都还特别好笑 都还说我呢 说 你那么爱干净的一个小姑娘 怎么就找了一个 那样的男朋友 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觉得 他居然是这么邋遢嘛 后来他在出来去玩的时候 都不带我了 对 那你这样 我能带你出去吗 你还没给我丢够人呢 我觉得你的衣服啊 裤子啊什么的 你自个儿丢人就算了 你跟我一块出去 我真的是脸上挂不住啊 我就说 那种新七万嘛 我说我还特意上网 给他买了一套 那种新七万嘛 就七双嘛 这不正好嘛 你都不用那么勤嘛 就是说 每天可以穿一双 我都挺开心的 第一周呢 每天穿一双嘛 都挺好的 但是第二周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明显比第一周 怎么看起来都不一样呢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洗了吗 没洗 袜子又不脏 谁说第一天 穿着的袜子 就得第二天洗了再穿啊 那你鞋子 那么丰臂的一个环境 你要穿着去打球啊 那出汗了 会自身多少细菌啊 这个世界本身 就充满着各种细菌和病毒 你要是想要 追求一个真正无菌的环境 咋不泡消毒水里呢 就他这样不行 你知道吗 我就说 行 那退而求七次吧 我让他周日 一次性把一周的洗出来 这样 就不让他每天都洗了 不就挺好的了吗 怕他忘了 我给他订了闹钟 你知道吗 到时候我又给他打电话 我说 喂 亲爱的 你该洗袜子的 闹钟都给你 订好了 你应该有提示嘛 结果呢 他跟兄弟在那玩游戏呢 玩得热火朝天的 就怨你 本来玩得好好的 一个电话打过来 然后害得那波就输了 游戏就输了 他们都怨我坑 我对他都这么好了 但是 我的好心在他那边都是 听出来了 坏意 真的 听出来了 他老是嫌我这不好 嫌我那不好 他还嫌你什么不好 他有时候连脸都不写 就来上课了 洗脸刷牙 这些就最基本的清洁 你得每天都干呀 对 这个你给我说说 是为什么吧 什么理由 他那种不科学的洗脸 还不如我这种 不经常洗脸的呢 因为皮肤它表面 会有一层油脂 这层油脂就形成 一个保护嘛 你经常不科学的洗脸 就会破坏它 破坏它了以后 你皮肤就会蒸发水分 就会干燥 再加上你用那些乱七八糟的 什么化妆品啊 然后卸妆的时候又卸不好 反而就会长一些痘痘 确斑 可以啊 所以你一般几天洗 那你洗脸吗 洗 那你别洗啊 他说不科学的 不科学的洗 但是你不洗的话 也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洗脸 不用任何东西 直接拿水 也不是 你用洗面奶吗 偶尔 多偶尔 一瓶大概能用 用到保质期结束吧 一年了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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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用三年一瓶 那刷牙呢 你会刷牙吧 刷 那就好 刷什么呢 让他自己形成保护膜 你刷什么呢 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人 应该做的 就是说很正常的思维 但是他都有 他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然后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跟观点 我问问你啊 邋遢和蒋魅生 我觉得应该是 严格区分开来的 多久洗一个澡 大概一周左右 因为有时候比较忙嘛 然后都没有扣 多久洗一次脚 想起来的时候 大概都会洗 一般什么时候会想起来呢 一般觉得自己都受不了的时候 这是不讲卫生啊 这是 有时候就特别忙 没有扣 你得多忙啊 就有时候赶一个项目 都是后半夜睡的 还给睡觉是吧 那他回去他就得洗干净啊 所以你要分手是吧 是的 改不了了是吧 这个人 我不知道 反正在我这儿 我说了很多次都没有办法 你愿意为他 每天洗脚 刷牙 洗个澡吗 他要是不和我分手的话 我愿意 好了 下面该怎么办呢 我们把难题交给老师们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邋遢和不讲卫生 是两回事 我可以接受你长发飘飘 哥们 一缕阑珊 两年牛仔裤我都忍了 不洗澡 不洗脚这事 忍不了 作为哥们 只要不住一块 我也能忍了 作为情侣或恋人 或将来的家人 实在是让人忍不了 但是每个人的 个人习惯不一样 有的就洗得比较轻 有的人就洗得 不是那么轻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 特定的地狱 或特定的时代 你这些道理都OK 但是现在 文明社会 这些都 都站不住脚 别跟我说忙 我一堆程序员朋友 天天比你忙 住在公司 一个礼拜不回家 都是成事 原来我们在新浪工作的时候 真的带睡袋 去办公室 困了就跑一个 空的会议室里 睡一觉 起来以后接着干 那没办法 新的频道上线 要改版了 一个礼拜不回家 但是 没有洗澡间的情况下 还去洗手间的水台上 洗个头 洗个脸 刷个牙呢 也别说自己 有什么什么习惯 如果你从小 没有养成好习惯 你现在可以改 这块你再幽默 再有才华 如果不具备 基本两个人 共同生活的 卫生习惯的话 这个女孩 是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你想她再爱你 再为你心动 一进卧室 熏出来了 怎么在一块生活 如果你想孤独终老 你就脏着吧 这个世界上 有非常多人 我们不用都在意 他们的看法 但只有一个人的看法 你该在意 就是你爱的人 如果你爱的人的看法 你也不在意 那我只能说 难怪对方会想要离开你 其实女人呢 很简单 女人在意的事情 永远都是 请问你记得我说的话吗 那不是要考你的智商 那是想要知道 你有多在乎我 当你爱上一个人 或者至少是开始 喜欢一个人 谈一段恋情 在乎对方的感受 用他喜欢的方式 对待他 那才叫做爱吗 我们曾经是同行 我曾经是 Jara程序设计师 他们都反对你 我挺支持你的 真的 我为什么支持你啊 实际生活当中 女人经常叫我们 臭男人 对不对 实际上女人就是喜欢 有味道的男人 对不对 不不不不 而且这个有味道 这个味道当中 我把它分为五种 首当其冲 最重要的味道就是臭 但是我告诉你 要臭到恰到好处 适当的臭 不能太臭 你比如说 偶尔都不举小节 臭袜子乱扔 可能你会觉得 有艺术家的味道 但是只能偶尔为之 不能太过分 什么两年没有洗的牛仔裤 那就不叫臭 那叫恶心 这是第一点 臭 要臭的嫁到好处 第二点男人味道 要狠 这个狠是什么呢 不是对别人狠 对自己狠 你对自己就不够狠 不就这点事吗 你让他高兴 你自己做了 不就行了吗 虽然我 是一万分个不愿意 我对自己狠一点 不可以吗 是男人对自己狠一点 是吧 节衣缩食也好 努力工作也好 那是对于自己的一种鞭策 对于对方的一种暗 所以男人要狠 但切记 对自己狠 不对别人狠 第三 要闷 闷就是大家所说的man 就做事要沉稳 任何事情不要毛手毛脚 当然这个东西是年龄问题 不是说你现在这个年龄 就能够做到 第四就是暖 你暖不暖 我到现在为止记住 你一件非常关键的话 你刚才说了一句什么话 你说 都找到女朋友了 那么注重形象干什么 你这叫假暖 上了钩的鱼还要喂耳吗 说明你是知道 淘汰的欢心是要干净 你只是到了手了 不愿意再这样做下去了 你说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你内心深处 是有一点小自私的 第五点 要凶 男人要凶一点 这个凶指的是什么 不是凶巴巴的对女生 而是稍微得有一点 大男子主义 这种大男子主义体现在 有一些问题的抉择上 勇于挺身而出 而不是说一定要让对方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所以你总结一下这几点 臭暖闷很凶 都来一点 你就是个有味道的男人 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将决定了自己的生活品质 找一个什么样的朋友 决定了自己的生活圈子 如果你真想让她干净 你没有必要一天到晚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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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念 我曾经不止意思地说过 温柔的鼓励 远胜于严厉的磕子 它不干净是吧 你就把它的 这个衣服裤子全人去洗了 你把它拽得过去 按下去给它洗头 一边洗一边跟它说笑话 一边洗一边跟它拧耳朵 它就不会反对了 它就会慢慢地形成 一种好的生活习惯 没有女人管的男人 是个无辜的孩子 你好好做 我觉得我们综合一下 其实说白了 你不是性格 你太不讲卫生了 这个习惯其实特别好养成 如果你爱她的话 你够爱她吗 你觉得 我愿意感 你看多好啊 你相信她吗 不相信 这就对了 男人一般说这种话的时候 真的不要相信 你不要让她特别规矩 因为这真是相处之道了 一年多也过来了 愿不愿意再咬牙坚持 好好考虑考虑 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虽然不讲卫生吧 但是 其实我还是喜欢你的 然后你对我也挺好的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对我挺好的 然后我也觉得你很有才华 但是相处这么久 我说过很多次了 也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你一直都是这样 我实在是觉得 你真的要是不改 不去行动 不去做的话 我真的是 没有办法去想象 我以后的人生 要是跟你一起过 会是什么样的场面 有时候 一个改变不是那么轻易的 需要一些时间 据说改掉一个习惯 和养成一个习惯 二十一天就够啊 坚持二十一天洗脚 坚持二十一天连续地洗澡 把它变成一种新的习惯吧 那是为你自己好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官们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觉器 如果你的她 是一个不那么讲究 有点邋遢 甚至于 可能跟你的生活习惯 都会出现冲突的 那么一个人 你们会选择 继续接受她吗 帮助她来改变 或者一起来磨合 愿意选择赞成 不愿意选择反对 各位请选择 42.86%的现场观众说 我可以接受或者宽容她 还有57.14%的观众说 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 接受还是不接受 不接受 我受不了这个 接受吗 接受 有男朋友吗 有 你男朋友最开始让你不能接受的习惯 后来你接受的那部分习惯是什么 刚开始都挺接受的 后来呢 也接受 没啥坏习惯 就没有坏习惯 来 我们问个男生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那女生什么样的习惯 是你接受不了的 不要太任性 不要太任性 谢谢 看看他们自己 有没有想清楚这点问题 能不能跨越 影响他们情感的 一个坏习惯 请开门 那个对着他说 说我从今天开始 我喜香喷喷了 我以后保证每天都香喷喷 我再去找你 说呀 跟他说呀 我知道我错了 知道自己有些做得不好 我想着是像成为乔布斯那样的 能够影响世界的人 也没有人过多地去在意乔布斯 在苹果发布会的时候 那些样貌 乔布斯应该不会那么臭着就去的 我可能之前把过多的精力 都放在了工作上 忽略了他 还有就是一些个人的习惯 还有卫生问题 他今天走了 其实我挺难过的 你追他呀 如果还能有机会的话 你改呀 不愿意改 那你现在去追他吧 可以吗 可以呀 快跑啊 在节目的最后 他也跟我说 他愿意改 但是这么多次的失望 我实在是不敢再去期待了 然后 但是他也是有一个有才华的人 有自己的理想抱负 我可能在生活中也有忽略过他的感受 以及他的工作状况之类的 我也很抱歉 但是还是希望他以后能够更好 然后能改掉那些坏习惯吧 就去成为一个他想成为的人吧 屠牛九周年九亿红包派送下载屠牛旅游APP 出发吧我们 感谢屠牛旅游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 找屠牛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老屠有话说 天前圈有用户问 我和老公结婚八个月 现在怀孕六个月了 我们是相亲在一起的 没有任何感情基础 老公在外打工 十几天都不给我打电话 每次我问他要钱时 他都找各种理由不理我 感觉看不到我们的未来 我该怎样走下去 找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 结一场莫名其妙的婚 再生个无辜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有未来呢 人的一生本来很简单 爱好一个人 做好一件事 唱好一首歌 所有的一些都可以重新开始 只是可怜了那个无辜的孩子 既然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相信 如果你决心要重新开始 活得精彩 你一个人可以把它带好 屠牛九周年 九亿红包大排送 下载屠牛旅游APP 出发吧我们 感谢屠牛旅游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屠牛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云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居力 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